哈囉大家好我是迪花,今天要來分享情報了 海賊王1110話全文 無老星出場秒殺彈頭島一半和平主義者 或200站50個留言就會馬上更新下一支影片 第1110話的標題是流星 匪夜故事是大河的寺廟之旅第二話 我要像玉田那樣遊歷河之國 大河與桃之住在花之都的城堡上 環視著河之國 本章以某些角色看到黑色閃電時的反應開始 有藍草中將波尼、弗旺基和阿特拉斯 巨人和和平主義者繼續摧毀著海軍軍艦 聖地的房間裡無老星的房間陷在空無一人 地板上只有一個巨大燃燒的魔法陣 在無老星座位前 還有7分鐘貝加龐克爾就要向全世界發布消息了 我們可以看到貝加龐克爾正在喝一杯咖啡 這意味著魯夫必須拖住無老星7分鐘以上才能成功聽到語言 4個巨大黑影出現在土星周圍的魔法拳 魯夫驚呆了 魯夫說現在有5個怪物了 在史詩般的創業中 我們可以看到魯夫面前的無老星所有成員 而剛剛說的無老星原本的房間已經沒人了 可能意味著無老星是本人來而不是分身 但他們可能需要一個人抵達 才可以召喚其他人 畢竟土星一開始也不是召喚來的 而是搭船來的 所有無老星都使用他們野獸覺醒形態 他們脖子周圍都是黑暗燃燒的煙霧 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官方英文名字和什麼野獸 土星聖是牛鬼 馬之聖是宜晶天真 他是一種巨大的怪鳥 看起來像寶可夢始祖大鳥 但更可怕 末秋莉聖是風希 一種有四根獠牙的巨型野獸 納斯獸狼聖是馬骨 彼得聖是沙蟲 一種巨大乳蟲怪物 納斯獸狼聖用他的能量去看 其他和平主義者在哪裡 然後他朝他跑去 納斯獸狼聖變成了他的惡魔形態 他看起來像半人馬 他身體下半部仍是一具骷髏馬 但他的脖子和頭現在是納斯獸狼人體 他也可以用他的劍和他的手臂 納斯獸狼繞著彈頭倒跑 打敗了和平主義者 他使用冰凍斬擊 截動了和平主義者體內的電路 使其無法動彈 幾秒鐘內 彈頭倒一半的和平主義者被打敗了 OK這裡巫老星真牛 不是虛名 馬之聖飛了起來 要起攻擊研究室的防護罩 但屏障依然撐住了 當魯夫與薩坦聖戰鬥時 彼得聖潛入地下 騙人部使用必殺濾金阻止標槍 製造了一片阻海讓尚尼浩停下來 香吉士透過電話蟲呼叫大家 告訴他們必須立刻走 不要等他和魯夫 聖平來到索隆和陸基戰鬥的地方 此時索隆的一把刀由於陸基的攻擊 在空中旋轉著 聖平告訴香吉士說 索隆還在和那傢伙戰鬥 香吉士說還沒有結束 多麼沉重的負擔 索隆聽到香吉士對他的評價 他看起來很沮喪 陸基用一種叫做斑的招式 這是稍找陸基對魯夫使用過的招式 索隆輕鬆躲過攻擊 抓起在空中迴轉的劍 用新招三刀柳虎舞伯飆落 攻擊陸基 在跨越中索隆僅用一招瞬間擊敗陸基 索隆周圍環繞著黑色閃電 某種意義上他算比魯夫強 因為只用了一招 魯夫用了好幾招才贏 好吧其實只是讓我們看到一招而已 索隆vs陸基前面還有好幾實話對打沒有演出來 事實上陸基還是蠻扛的 回到畫面魯夫大戰無老星 彼得聖突然出現在魯夫身下並吞了他 但東力和布洛基同時感到 東力和布洛基說這裡到底發生了什麼 你們不適合待在黑暗之地 太陽巨 諧音太陽之子 在本化最後的跨越中 東力和布洛基用新招太陽巨 攻擊砍架彼得聖的頭 藉此釋放被困住的魯夫 就像小花園東力展開恐龍頭 就像魯夫的場景再現 老對應了偉田 魯夫說我自由了 欸巨人大叔 布洛基大校說好久不見草帽 東力也笑的說我們等不及你了 所以我們來接你了 本章結束 以無老星展示了實力 尼卡目前還是有巨大危機 但還有其他援軍 目前巨人援軍已抵達 其他潛在的援軍有 索隆湘吉士聖品遠古機器人 大家也可以期待還有更多人加入 下週不休息 我們分析見拜拜